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6月19日 第四卷第一章第六节 引用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四章十五节 教墓侍奉的意义和限制 在这时代许多人争辩教墓侍奉的效能 有人无限制地夸张牧师的地位 另有人便说将唯独属于圣灵的事工 穿透人心改正思想的盲目与心灵的刚硬 转移给软弱必死的人是错误的 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争议做正确的评估 我们特别注意两点就能厘清双方的争论 一 一些经文说到 神设立圣道的传讲 拆派圣灵与传道人同在 并应许借着讲道赐恩福 二 另一些经文说到 神显明自己与外在施恩媒介有区别 宣告唯有他自己为我们的心心创始成中 第一 先知马拉基的教导 那要来的以利亚 其任务是光照人心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 马拉基书四章五至六节 基督宣告他拆派使徒的目的 是要他们结果子 这果子是我们蒙了重生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保罗夸口他用福音生了哥林多信徒 称他们为他做使徒的印证 他不是律法自具的执事 乃是圣灵的运行 借着他传圣道 免得他的教导无果效 他借传讲福音 不在乎言语 乃在乎大能 他也同样确认加拉太信徒 因听信福音受了圣灵 简言之 保罗在许多经文中 不仅宣称自己是与神同工的 也宣告自己得了使人蒙救恩的职份 第二 在这一切事上 保罗将荣耀完全归给神 丝毫不归给自己 他解释说 我们劳苦并非归于图然 帖撒罗尼加前书三章五节 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 尽心竭力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九节 他也说 那感动彼得 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 也感动我 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 加拉太书二章八节 此外保罗明确教导 牧师本身算不得什么 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哥林多前书三章七节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原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 神在这些经文中宣告 光照与更新人心 完全处于他自己 并且警告说 人若将两件事的任何部分 归功自己 就在亵渎神 任何人谦卑听从神所设立的牧师 必定从结果得知 此教导方式是讨神喜悦的 是理所当然的 并且信徒谦卑顺从牧师的 忠于圣经的教导 也是理所当然的